我叫剛剛公車司機 如果送人家回家 可能從早上送到半夜 體驗一日公車司機 搭配上幽默風格 因為主持網路節目 木曜四超玩 藝人台智園擁有超高人氣 甚至還和其他主持群 一起站上北流開演唱會 因此被有心人士盯上 就有賭博網站 以台智園名義招攬會員 甚至還保證 只要加入獎金送不完 只是先前才有 中醫生髮造廠商在臉書打廣告 讓台智園長髮飄逸 還放上使用前後的對比照 第一時間已經報警提告 而近期身受冒名的藝人 還有小豬羅志祥 酒澤現實動態附上私訊截圖 因為他發現 有幾個IG帳號 企圖詐騙粉絲加入小號 也讓他接連寫下 騙錢騙子詐騙 由於這些詐騙集團 多半都是海外的IP 要透過國際司法互助 增添辦案難度 求償他所損失的代言費 那這個代言費用是多少 就會看每一個名人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認定 律師也建議名人求自保 可以在事後提出民事訴訟 要求賠償 不過先前就曾發生過 有人被冒名發文在社群平台 當事人檢舉被拒絕 律師表示 這時候可以提告個資法 以及偽造文書的刑責 讓法律來保護你 TVBS新聞 我就是吳錫燕 泰北市報導